以色列對加薩本地空襲不斷 17號這一天空襲了加薩中部好幾個地方 跟黎巴嫩南部 還在約旦河西岸擊避兩名哈馬斯指揮官 一共是有好幾十人傷亡 而在卡達進行的停火談判告一個段落 下週將在埃及開羅繼續登場 以色列跟美國態度樂觀 但是哈馬斯卻說這個是錯覺 雙方各說各話 一枚飛彈擊中加薩中部移動民宅 緊接著又一枚飛彈來襲 爆炸聲震耳欲聾 連貓咪都嚇得奪門而出 以色列17號持續空襲加薩走廊 另一棟加薩商人收留難民的民宅 被以軍轟得面目全非 造成多人死傷 罹難者大多來自同一個家庭 以色列還在同一天大舉空襲黎巴嫩南部 以軍宣稱 他們的目標是正主黨的軍火庫 不過黎巴嫩官媒報導 死者都是敘利亞難民 當中包含兒童 以色列當天稍晚也空襲約旦河西岸的哲寧 擊斃兩名哈馬斯指揮官 以色列連日攻勢不斷 在卡達進行的停火談判告一個段落 下週將在埃及開羅繼續登場 以色列對於停火協議審慎樂觀 美國總統拜登也難掩樂觀情緒 以色列人質家屬的怒火難以平息 第二大臣特拉維夫在現示威浪潮 家屬只希望人質能夠平安回家 否則再多談判也是枉然 林佑任編譯